大家好,我是美食小厨娘 吃香春的季节到了 今天分享香春鸡蛋好吃的做法 营养解馋,做法简单 将香春清洗干净 下锅烫一下水 香春变色30秒后即可捞出 去掉根部,放在案板上切碎 尽量切得碎一点,口感更好 鸡蛋三个打散 把切好的香春也加进去 加适量盐调味,不需要加其他调料 香春本来就很香 调一勺水淀粉搅匀 淋入鸡蛋液里 搅拌均匀 这样做出来的香春鸡蛋口感更嫩 起锅倒油 任意下锅 倒入调好的香春鸡蛋液 保持中火煎 煎至一面金黄翻面 把它切成小块方便食用 炒香春鸡蛋一定要炒得稍微老一点 两面都煎至金黄 这样就可以了,出锅装盘 这道鲜嫩,好吃又下饭的香春鸡蛋就做好了 就米饭拌面条就馒头饼都很好吃 喜欢美食的朋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